回来看是受惠于消费性电子产品订单需求的回升 也待望了手机电视相关的面板驱动IC族群的营运走势 而在这当中还有哪些个股值得留意呢 带您来听听专家解析 超壮观风景在荧幕上完美呈现 荧幕尺寸越做越大 画面色彩也越来越清晰 也让高价面板驱动IC族群相关大厂营运跟着手回 包括天狱 包括莲勇 包括瑞鼎以及矽创 其中我们就挑瑞鼎这一档个股来做一个深入的探讨 瑞鼎三月份的月营收是月增14.1% 那跟去年同期比则是大增 年增了63.8% 至于说这个去年全年的EPS 它也是赚了将近两个股本 19.02元的一个入带 它第四季的EPS也比第三季稍微小幅的衰退一点点 那因为它本身三月份的一个营收 双增它是创了22个月的一个新高 而且它今年第一季的一个营收 也是超过了一个60亿 也出现了一个季增22.8% 年增64.7%的一个好家机 那此外就是友达旗下的一个康力投资 它的一个持股比率也超过了一个15% 15.1% 大上OLED在智慧手机渗透率提升热潮 取得大陆面板厂OLED驱动IC大笔订单 间接打入OPPO VIVO 小米等供应链 今年成长的动能将会来自这个OLED的一个驱动IC 而且公司也取得新客户 所以2024年全年的目标会比去年2023年还要来得好 那至于说在外资方面 本土跟外资机构都已经正向的一个调整它的一个平等 本土的一个法人认为原先是中立 已经调到所谓的一个买进 393块的目标价调到520块 消费性电子景气回温手机产品面板相关大厂 全力冲刺产能 高价面板驱动IC族群后市可期 东三产新闻综合报道